- 松鼻足球! - 松鼻足球! - 很久没有这样聚首一堂了 - 首先我们欢迎回来! - 终于安然无恙了! - 隔离了这么久了,终于玩了40天了 - 头回来了吧? - 是呀! - 其实我很想知道,我很怕一个人 - 如果你说一个人躲在那里,多么失落 - 但隔离14天了 - 是很惨的一回事 - 是不是情绪会有很大的差距? - 是的,其实挺有趣的 - 在隔离的时候,每天都会有些问卷调查 - 我最初不是... - 问你,你死得了吗? - 当然,他会问你,有没有发烧,每天都要量度 - 量度几次的 - 那个问卷是一些心理的状态 - 有没有失眠? - 有没有一些负面情绪? - 有就怎样? - 有,我不管汤你喝吧! - 我想说呢? - 有就按钟仔练 - 如果再有,就叫你跳舞吧! - 我想说其实是有的,对我来说是有的,但是我不敢填了 - 我怕我填了那些负面情绪啊 - 有些什么不正常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一下你 - 你这样似乎要再隔离14天 - 这样我就死了 - 那我就很害怕,但是也要调整一下的 - 因为大家试想一下,如果你在家的房间锁门到门 - 不可以出去14天 - 其实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- 是的,就是你看着窗口,每天都是看着同样的 - 但是你已经是有得上网啊,有得看电视啊 - 有人觉得其实没什么所谓啊,可以睡一下 - 但其实你睡到你睡到床的那一刻 - 其实你发觉其实不太睡得着 - 因为可以视像和家人聊天 - 是的,可以 - 但是我那十几天,回来也是,都要隔离了 - 一些定时的一些运动是很帮到手的 - 那我就做一些叫H.I.I.T. - 这叫做High Intensity的Interval Training - 例如我们做一个半个钟 - 一个动作一路打拳的样子 - 做可能40秒 - 然后休息20秒 - 再来40秒,20秒,40秒,20秒 - 这样就做半个钟 - 那就个人会累一点,就继续出汗 - 然后又去洗个凉 - 然后又叫个苹果吃 - 通常做完这个,就去洗完凉 - 然后就拿起手机叫外卖 - 叫个下午茶 - 这样个人就感觉好像真的有事做 - 有事做,有事做 - 因为叫外卖 -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- 因为很多选择 - 因为很多选择 - 已经是一大鱼了 - 很大鱼了 - 每天等我想想吃什么 - 因为可以吃提供的餐单 - 但是早上7点就拿来 - 晚餐5点就拿来 - 晚上5点就拿来 - 晚上5点就吃了 - 一向都是5点吃晚餐 - 一向都是5点吃晚餐 - 因为国内是这样的 - 家乐sir就是为了考这个Pro-Line - 没错 - 前14后14 - 最重要是付出 - 是值得 - 也值得的 - 也值得的 - 即是要等待练习 - 但是乐观的 - 乐观的 - 自己其实都做了12天内 - 做了十几个口试 - 包括筆试 - 口试 - 场地试 - 又要写论文 - 所以都重复重复地做 - 压力挺大的 - 压力挺大的 - 但学到很多东西 - 真是学到很多 - 是 - 好了 - 看看未来可以在 - 首先在球场里面用得到 - 然后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- 和我们分析一下 - 分析一下 - 学了不要浪费 - 哈哈哈哈 - 好了 - 欢迎家乐回来了 - 那我们开始 - 今天我们的主题 - 好吗 - 好啊 - 当然了 - 当然了 - 在看我们的真是 - 节目内容之前 - 大家都要赞一下我们的 - 赞一下我们的社交平台 - 订阅一下我们的社交平台 - 还有多一点 - 和我们有交流 - 那我们也会和大家 - 做多一点交流 - 是 - 可以留言的 - 可以问一下家乐 - 在那个 - 隔离的 - 十四天的经历 - 那些东西 - 问一下一些 - 足球的 - 我也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- 如果想知道性和阔 - 就留言给几仔 - 哈哈哈哈 - 如果想唱歌 - 就找Code - 还有找Garry - 我就退编幕后了 - 想自战也可以 - 哈哈哈哈 - 如果想上来和我们一起谈谈波经 - 也可以 - 都好啊 - 是啊 - 来 - 好 - 当然了 - 第一个话题 - 要严重一点 - 没错 - 收起一些笑容 - 足球界的一个 - 找到了一位巨星 - 马拉多娜先生 - 最近因为心臟病的突发 - 所以离世 - 享年都是六十岁 - 真的太早了 - 不如这个时候讲讲 - 大家对于马拉多娜 - 会觉得最深刻的回忆是什么 - 有什么会觉得是 - 对这个世界很不舍的一件事 - 这个年纪最大是我 - 是吗 - 应该是 - 这四个里面 - 最大年纪的那个是我 - 最小是我 - 但是 - 讲讲我第一次看马拉多娜 - 即是 - 讲讲我第一次看球 - 基本上是 - 而又有印象 - 深刻一点的 - 其实就是八六年 - 即是世界杯 - 那时候呢 - 八六年世界杯之前 - 其实我喜欢踢球 - 但就很少看球 - 但到那届世界杯 - 因为要跟同学有话题 - 所以你必须要看 - 那我哥哥就很喜欢看球 - 那变成我哥哥看球的时候 - 我就起身看了 - 那就 - 那时候认识了 - 即是马拉多娜 - 但我想 - 及后大家可能看很多片 - 大家会很有印象 - 那些对英格兰的上帝之手 - 一个楼五个的那些镜头 - 大家都看过了 - 当然它去到 - 职业生涯的黄昏期 - 那段时间 - 那些混乱 - 大家又会很印象深刻 - 但无论如何 - 最近和那些同事 - 即是和那些广播佬大家 - 大家谈谈 - 即是他们又资深很多 - 有看过《马拉多娜最厉害》的时候 - 我只是看影片而已 - 我想大家都会很认同一件事 - 就是当今世界 - 不论之后的斯丹斯朗 - 甚至乎是美斯 - 我们大家有个共通看法 - 都不及马拉多娜 - 嗯 - 不及 - 甚至我最近看《马拉多娜》 - 有一句 - 有一个报道 - 马拉多娜就说 - 其实他欠了《马拉多娜》 - 一个对不起 - 他说因为 - 他以前都是整天非剷他 - 即是你不剷他不行 - 因为你根本捉不到他 - 他太快 - 太灵魂 - 而且现在你看巴斯洛罗娜 - 譬如美斯好看你 - 但是他旁边会有很多 - 好的球员 - 来跟他配合 - 好的教练 - 但以前《马拉多娜》 - 在《拿波里的时候 - 基本上真的一人球到他 - 但可以带着《拿波里取冠冠》 - 这个也是 - 都是几令人深刻的一个感觉 - 是 我辞你几年 - 所以我辞多几年 - 才看《世界杯》 - 我看那一年已经是九零了 - 是 - 马拉多娜的回忆 - 或者是看的 - 全部都是片 - 但其实 - 以前也是喜欢踢球 - 比提布 - 所以 - 实际的感受 - 其实就不是说真的那么深刻 - 对比起可能 - 像我们讲波商那天 - 一有这个消息 -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准备做功课 - 或者是有在谈及 - 譬如像郑少聪 - 他们好像没有一个朋友 - 很失落 - 对了 - 但对于我来说 - 由于可能都真的 - 不是正正那个年代 - 没有看过他正式的Live比赛 - 从不只是看片段 - 不同是看直播的时候 - 由他一开球到中间铺调了多少东西 - 然后入球制造了一些精彩的时刻 - 是有些不弹的 - 但怎样都好 - 你看以往的影片 - 都可以见到他那种神乎奇迹 - 拿球下来 - 给球那种好像很简单一脚 - 但到了位置是相当困难的 - 对我来说 - 我当然也是看世界盃 - 你就是94年 - 基本上我86年的世界盃 - 我也挺有印象的 - 虽然小学 - 但是90年世界盃也是 - 甚至94年世界盃也是 - 基本上越是有世界盃的时候 - 越有马拉当纳出现 - 有个身形 - 没错 - 即是有几次当然 - 这个上帝之手 - 其实对我来说 - 每次马拉当纳出现 - 对我来说 - 都是一个反派 - 一个邪恶的角色 - 因为小离也喜欢英格兰 - 也是 - 也当年觉得德国很好球 - 西德 - 西德很好球 - 其实每次见90年世界盃 - 就是西德奥军 - 是 - 见过那段时间 - 见到马拉当纳入球 - 赢了球 - 都觉得反派 - 反派 - 去到94年 - 这个美国的世界盃 - 也是 - 互射十二码阶段 - 其实他是miss了十二码阶段 - 也都说 - 去到最后 - 因为一些 - 可能 - 吸毒的丑问 - 弱点 - 弱点 - 令到他离开 - 要他退队 - 这样的样子 - 当时觉得好 - 很开心 - 由小金国 - 这样的人 - 这个经常赢了我最喜欢的球队 - 是 - 但是去到 - 现在一直在想 - 其实一个球员 - 其实对一个sport - 这么去投入的 - 也都是全世界人 - 这么公认 - 是一个好球的人 - 是很少的 - 是很少的 - 好像我今天这样 - 其实有两件事 - 令到我感触 - 第一 - 我开车去练球的时候 - 有个电台节目 - 也做过很简短的一个tribute - 给麦当纳 - 他用了一首歌 - 大家都会觉得那首歌 - 在这个时候 - 估不到 - 是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- 就是 Don't cry for me - 阿俊天 - 即是那一刻 - 再加上球王说的东西 - 播了那首歌 - 我突然间有点感触 - 驾驾驾车突然间 - 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球王 - 很远色 - 没错没错 - 还有就是 - 我回到球会 - 有很多巴西的球员 - 包括法比奥等等 - 其实我和他们聊天 - 其实巴西和米 - 阿根廷绝对是一个 - 死敌 - 死敌 - 但他们也觉得 - 是一个绝对 - 这个是一个 - 非常以我们要尊重的人 - 即是 - 连巴西人都觉得 - 这个球员是很好 - 是一个球坛的损失 - 所以都是一个 - 见到就是说 - 为何一个足球的一个人 - 可以令到 - 这么多人去尊重 - 全世界 - 都是球场上 - 球场以外 - 别学习 - 到我发表一下 - 是的 - 你的 - 是不是 - 打机的那些 - 用打机的那些 - 经典人可以用过去 - 打机他也是太Legend - 贵到买不到那些 - OK - 但是呢 - 如果你说 - 自己对这件事的观感 - 当然就 - 会觉得2020年实际上 - 太残忍了 -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 - 高比白人的 - 打黑粉丝 - 那就是 - 年头有高比酒 - 现在 - 到年尾阶段 - 也有另一个 - 叫做体坛方面的Legend - 这些真的 - 那种Legend - 他就算是 - 挂了虚 - 一段很长的时间 - 但大家都会记得他 - 而且在那个 - 体坛方面有很多正面的影响 - 当然啦 - 这件事我也会在想 - 其实 - 这个岁数那么快 - 可能因病离开了 - 会不会都跟之前 - 一些吸毒问题影响呢 - 都会觉得 - 饮食他都不太节制 - 其实有时候 - 我都明白 - 可能做球员那一刻 - 其实很辛苦的一定 - 很多艰苦的事情 - 但是 - 踢球大家都知道 - 可能甚至是 - 伤患也有不少 - 都可以感觉到 - 其实做足球员 - 都不简单 - 主要去到 - 摔得这么顶峰 - 换来 - 的东西 - 很多鸣语 - 但同时也有很多 - 苦与泪 - 这一点也是很值得 - 敬佩的 - 都是一个 - 大败 - ujahPP - 两者 - 诶 - 看 réuss - 黑